故事发生在咱们大北京 四合院里有戏经是皇族的后裔 拖鞋配短裤剪个小寸头 这份一起来掌声闹哄哄 洗从天上来脱胎变了样 别墅豪车滋味多幸福生活赢 您要问这人他是谁 嘿演绎胡同的张卫博 各位不是这样的 我这快50 我这辈子过得其实挺失败的 失业 我准备让你提前退休 不是 有你中年 腰臀还不好死 也没什么一击至少 长钱啊 鉴定的结果不吃两个亿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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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这次来是想要找一下房子 可我们自己做过 凭什么说不解人是太极力 凭什么说把家败光了 可你还是那里赚钱 也是为了帮你 我不需要你帮 他谁啊 后裔 哎 哎 就是设置的那个 什么设置的那个 太监那个后裔 你属于侵害我民主权 我以后怎么面对这社会 你就是张卫国呀 你岳父就是被你的气运过去的 来吧 与之后事如何 咱们张卫国的夏天不见不散